我没事了 不行不行 你别动 你别动 医生 你别动 医生说了 医生 耍无赖事吧 我不管 你别乱动了 我真没事了 别动 医生 医生 别动 医生 这么闹腾 看来确实恢复得不错 身体啊 应该没什么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给你 看什么看 又不是没看过 严淑 听我解释 你现在别说这个 你听我把话说完些吗 董事长确实让我追求你 好让你放弃晋玉 但她说这句话之前我就喜欢你了 当时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还挺高兴的 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说谎话 不要离开我心吗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该不会是傻了吧 什么傻子 哎 你别说 你别说 行了 不疼 你没感觉很好 怕好吗 就是愈 你以为的 我先躲在这儿 我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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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不记得了 昨天有几个小流氓把你打伤了 然后就把你送来医院了 看起来医院了 我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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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她 你得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你不认识了 你不认识了 别 别动 医生 这么闹腾 看来确实恢复得不错 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 医生 你快检查一下 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 我不太习惯肢体接触 防循速动作灵敏 我看没什么大事 医生 我求你再检查一下吧 我怕他脑子被弄坏了 你脑子才坏了吧 你是医生 还是我医生 你 医生 医生 我朋友他不记得 昨天发生的事情了 他会不会是脑震荡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的头部只是轻微受损 没有脑震荡 那他为什么会不记得呢 脑部的神经系统啊 非常的复杂 虽然他的头部受损不严重 但是 冲击力仍然对他的记忆提取 有阻碍 这种情况在临床医学中啊 也是有发生 一般情况下 等患者的情绪平稳 康复以后 就能逐渐记起之前的片段了 可是他一点都不记得 就像之前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果不放心的话呢 可以再留眼观察两天 我能对他的头部 再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 好 谢谢你 医生 快点去 叶叔 来了 美可醒了吗 醒了 走 看看他 等等 我给你和美可 带着换洗衣服 谢谢你啊 喂 你干嘛 美美说句里面 你就是说句 你是金皮革 不是吗 我给你带着 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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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能出院 我没事了 医生说好像再给你做次检查 我的身体状况我自己知道 倒是你 你看你和眼圈都掉了肚气一眼 出去好好休息 靳远 送我回公司 你确定也没事了 没事 那 顾承泽 绝死我了 我需要在月底之前拿到设计稿 一天都不可以推 你知道我的原则 我不接受任何借口 再见 你这是什么眼神 同情的眼神 迈克 你累不累啊 为了升红 你把自己 活成一个十项全能的运动器 你 到底累不累 那你告诉我 怎么活不累 我们这比较急 看 你看 都是伤在里面嘛 顾承泽 你可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大晚上的 跟街头混混打架到住院 治公司事物于不顾 还得让我亲自来给你作证 我听见这个消息 还以为是愚人节呢 对不起 这是个意外 意外 你还知不知道你的身份和地位 你的冷静呢 你的理智呢 堂堂慎红集团的总裁 偏偏让自己 遇上这么低级的意外 以前你可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你现在越来越 是不是黎晏书 肯定是 自从你们两个 和黎晏书扯上关系 就变得越来越头脑发昏 神志不清 甚至难以控制 董事长 这件事和黎晏书无关 请你不要这样说的 你又在维护黎晏书 我提醒你 我是让你假装追求黎晏书 你可不要假戏真做 助戏太深 董事长 气 行了 行了 别再给我提那个狐狸精了 我听到他的名字就心烦 你没事吧 我没事董事长 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太好了 我不是想起什么 人认识 我还在散着 我也是想起什么 确实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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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